柯文哲會不會被收押 我是覺得不要吧 不會啦 不會我是希望不會 白內障這麼瞎的事情 為什麼不快刀斬亂嗎 你讓白內障破頓 是把你的那一層金鐘罩給打碎 白內障搞到這種程度 其實是加劇了柯文哲 掉入萬劫深淵的關鍵 第一個我是認為 會有代理黨主席 你覺得會是誰 就是剛才你講的 我覺得富男比較高啦 第二個我覺得 週刊的報導 會把一些案情再透露出來 以黨的立場 就是說我們黨內 會推一個代理黨主席 然後各方的人馬會全龍無首 雖然是代理黨主席 名義上是主席 但是很多事情 因為柯文哲太常一個人決定 大家都看柯文哲決定事情 那在沒有柯文哲決定事情的情況下 我覺得下禮拜會先亂成 會先有一股混亂 這個發言體系 或者是其他的體系 會被整肅 我們自己的KOL 或者是地方的一些黨部的成員 又會像前兩個禮拜一樣 就有些怨氣 會開始再講出來的 我有一個疑問是說 白內障這麼瞎的事情 為什麼不快到斬亂 你讓白內障破頓是 把你的那一層金鐘罩給打碎 打碎之後 剪掉這麼粗暴的四十幾路去搜你 然後把所有人都抓走 然後早上又分繽紛 早上好像進去又繽紛十路 包含他彭震生 黨部通通去操完 然後把你當場帶走 何其難看 然後因為大家都知道 每天就一堆記者在賭 柯文哲家門口 所以大家 有人說這個是不是 剪掉通知記者來 可能有風聲 但也不用通知就一堆記者 每天都來在那邊賭你 每天都在那邊 對 所以我的疑問是說 白內障搞到這種程度 其實是加劇了柯文哲 掉入萬劫深淵的關鍵 對 就是壞就壞在 我說就是壞就壞在 政治現金這件事情 已經讓很多社會大眾 對民眾黨對柯文哲的信任感 就是變得很低 那這件事從民調數據上 那從各個分析上 你都可以感覺得出來 那個可信度的程度 已經是非常非常低了 那在這個信任鏈 被打破的情況下 檢調再進來 查進化成案子就不會 社會大眾就不會覺得 檢調就沒壓力 而且反而大眾希望你查 對 就是想說 你連政治現金案 都可以搞成這樣 那你別的案子 會不會也有可能 搞成一樣的狀況 所以對於柯文哲對民眾 很吃虧的一個地方 就是你前面 自己搞了一個政治現金案 讓社會大眾 對我們的信任 我說真的就是變得很低 那後面查案的人 這樣檢調 他就可以 順水退招 對 你說順水退招也好 你說跟治癒案情的演變也好 他整個就是進去大查特查 他的社會輿論的壓力 反而就 你自己把這些社會輿論壓力 自己降低了 不是別人 是你自己在 知覺的粉末 對 就是把這樣的情況 就是我也希望 第三勢力民眾黨好好度過這一關 那我也希望柯文哲真的像我講 他真的就是信任到 就是我認識的他是信任到 不該信任的PM 還搞出了這麼多事情來 的情況下 我認為他個人是清白 那他也要去好好交代 如果有不正常的金流 我也是希望佩琪姐 會其實在 身為他這個私人帳的總管的情況下 好好的對檢調 交代每一筆的這個金流 我們支持主席繼續battle 一起battle 一起戰鬥 週一到週五下午1點來2點 我們的主題上在中天二台 所以你剛才抖內或留言 我都會看 好 當然我們還有一點時間 5分鐘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我幾個 我想要最後來問一下自己 下禮拜嗎 第一個當然 我們等節目集聚前瞻性了 來Z9 你來預言一下下週 到你再來的時候 你覺得接下來要怎麼走 會不會民眾黨 會有在擴散的一個狀況 第一個我是認為 會有代理黨主席 代理黨主席 你覺得會是誰 就剛剛你講的 我覺得富男比較高啦 我覺得富男比較高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覺得 週刊的報導 會把一些案情再透露出來 因為像這禮拜的那個450萬 還有柯文哲禮拜一 大家都忘了禮拜一 他用4300萬現金買了商辦 這件事情都是被人家踢爆的 對 所以下禮拜 關於金華城的案情 我覺得一些比較厲害的 細節 對 細節一些司法案 司法縣記者 大概都會把細節拿出來講 一些重點拿出來講的 所以下禮拜 以黨的立場 就是說我們黨內 會推一個代理黨主席 然後各方的人馬會全龍無首 雖然是代理黨主席 名義上是主席 但是很多事情 因為柯文哲太常一個人決定 大家都看柯文哲決定事情 那在沒有柯文哲決定事情的情況下 我覺得黨團好在現在還不是開議期間 我覺得下禮拜會先亂成 會先有一股混亂的狀況 會人像政績透徵上位 包括應該不會 因為到還沒有選舉 所以第一個這個發言體系 或者是其他的體系 我們自己的KOL 或者是地方的一些黨部的成員 又會像前兩個禮拜一樣 就有些怨氣 對會開始在講出來 就是有一些真相 會開始在講出來 有些來拉扎的這些帳 該算的會算 那第二個就是 第三個 第三個就是 可為什麼會不會被收押 我是覺得不要吧 不會啦 不會 我是希望不會 我是希望他不會 那你覺得機會高不高 這一次沒收 搞不好下禮拜找時間再收 我覺得如果今天沒收 應該就不會收了 今天沒收就不會收了 那佩琪會從正人轉被告嗎 有機會 我是覺得佩琪去逛那個豪宅 也是怪怪的 所以有機會從正人轉被告 因為你知道那個 我也是希望不會啦 你知道那個4300萬上半 雖然民進黨是亂聯啦 但搞不好真的被他連中 因為那個桂俊傑的那一個公司 他在那邊二十幾年 他有兩間公司 先後都在那邊 他的董事是李天躲 我們都知道李天躲就是屬於 不是單純的跟 沈慶津小省關係很好而已 他們彼此之間是有很 千絲萬縷的關係的 這個就是黃埔軍方軍系的 那就蠻恐怖 我是希望這 包括這個佩琪姐跟這個 柯文哲先把帳先好好講清楚 先釐清是不是 被奸人所壞 那我最後問一個問題 小草們何去何從 小草們 我分兩個支線 被收押跟沒被收押 被收押小草會怎麼樣 沒被收押小草會怎樣 被收押的話應該會 崩潰還是力挺 你越押我越挺 你越押我越覺得 我覺得如果被收押大家還是力挺 還是力挺 那如果沒有被收押大家還是力挺 所以其實收不收押都會挺 都不影響 因為大家真的是 跟柯文哲相處久 是真的覺得他是善良的人 但是他身邊很多不善良的人 我覺得這件事 所有的柯粉 所有的柯粉小草應該都認同 我剛剛講的 為什麼小草那麼善良 但他身邊的當權派這麼多不善良 但是就不知道 但是又無二三三啊 無二致函啊 可是他們在這件事情 其實我認為他們的責任相對來講 沒有那麼 壞就是像李文忠 李文哲兄妹那種 我覺得就沒有那麼重 但其實我覺得有一個事情 是可以趕快跟小草呼籲 因為柯主席可能會面臨 無法輕易去動之 因為他認為說 錢匯到他自己的帳下 然後登記在他的帳下比較好被監督 可是有一個壞處就是說 一旦柯主席現在被調查當中 他可能不太能動之 那當然民眾黨有補助款 可是我覺得民眾黨 當務之急要趁人氣 還有百萬小草的時候 趕快購置黨產 讓你的這個黨部可以永久運作 所以我是覺得百萬的柯粉 可以一人抖那五百到一千 讓黨部有個五億到十億的錢 趕快去買一個辦公室 應該是可以買辦公室吧 我記得黨是可以持有黨產 可以啊 黨會是可以持有黨產 所以我也覺得這個 可以啊絕對可以 因為他是法人 對啊這個絕對 因為黨是有統編的啊 對啊所以我意思是說 在這個狀況之下 應該其實要趕快去做這件事 所以代理楊主席應該跳出來 國昭老跳出來 號召一人抖五百 買一個據點 買一個據點 然後不然的話 這個黨未來經營會是很困難的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